别看羚羊小小的个头看起来很好欺负的样子 她天生矫健的身姿和反应能力可不简单 面对强大的捕食者 比如狩猎狗的狮子 又或者是水里污染冒出来的鳄鱼 羚羊却能利用自己敏捷的身体和聪明的小脑瓜来灵活应对 两只狮子在一个小山坡上遁守着 不知情的羚羊此时是全力往山坡上冲去 刚到破顶狮子们猛的往处一冲 反应迅速的羚羊是立刻转身跳起山坡 却不料被后面的狮子偷袭抓住了 虽然结果是不好的 但是羚羊的反应也是令小编佩服的 最近有人拍到几只羚羊在山牙上飞跃 六只羚羊正是在山牙上准备跳过一个缝隙 它们是一个接个的往过跳着 由于这个坎是比较大的 就连前面的成年羚羊都有点胆怯 只要最后一只羚羊跳过的时候 才发现这是高手 最后一只是年幼的小羚羊 只见它是毫不忧郁的一跃而过 丝毫都不担心会掉下去 这让小编明白为什么 面对强烂的天敌时 它们还能 这就是一只羚羊的一只羚羊